這個地震它的深度有到200公里左右 然後規模到6.4 因為這個地震距離台灣非常的遙遠 在距離基隆大概有200多公里 所以它造成的各地的震度 在中台灣以北大概都有一級的震度 少部分的地區有到兩級 跟前幾次的華林台東地震比起來 因為這幾個地震都是在隱墨帶 其實在互相碰撞的 主要是 前幾次地震主要是在地表上 兩個板塊互相擠壓碰撞的 在這個地方造成的地震 今天這個地震是因為 板塊已經引摸到地底下 200多公里的那個地方所產生的地震 因為這兩個地方其實距離相當遙遠 然後產生的機制也不是那麼一致 所以初步的判斷應該是沒有直接的相關 這邊距離台灣實在是有點遠 已經快要超過我們的監測的範圍外面 那所以說在這邊 如果發生比較小的餘震的話 我們這邊是偵測不到的 找到明星期的地震 還有策略 還有策略 您可以怎樣